寶貝 寶貝來看媽媽 你看媽媽手上有什麼呢 你看是球球耶 我覺得手手比較好玩 寶貝明亮的雙眸超迷人的 要好好保護喔 什麼時候該帶寶貝去看眼科呢 又有什麼和眼睛相關的問題 要留意的呢 我們什麼時候應該帶小朋友去看眼科 大概有幾個階段 當我們小朋友生下來的時候 眼睛大概閉的時候比較多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看它有時候很難 可是當我們如果發現說 我們兒童在哭的時候 可能哭的時候沒有眼淚 或是沒有眼淚的時候要注意說 會不會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這個時候要看眼科 或者當我們看到小朋友哭完以後 這個黑眼珠會變白 那這代表說他眼壓可能很高 這個要看眼科 還有另外就是說 眼睛看起來特別大 我們叫眼若同寧 這個時候應該要看眼科 因為這代表說 他可能有一些限電性的疾病 那過了這個階段以後 如果到了這個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現在一般來講 在中班的時候 大概會有一次眼科的篩檢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他大概有沒有一些 什麼限電性的一些疾病 或他視力有什麼缺陷 那我們這個時候 應該要看一次眼科 那進入小學以後 當然每年都會 學校也會安排檢查 要做視力檢查 所以那時候應該 每年會看一次眼科 眼睛檢查很重要喔 有些平時看不出來的問題 才能被發現 比如很常聽到的弱勢 我們一般講的弱勢就是說 眼睛檢查以後 眼睛並沒有任何的病變 我們會講說 有的小朋友他有病變 比如說他限電性情況炎 限電性白內障 他造成視力不好 那這是找到原因的 他不叫弱勢 我們一般的弱勢的定義就是說 沒有任何原因 可是他的視力是不好的 那我們稱為叫弱勢 然後造成弱勢 很常見的一個因素 在台灣地區來說 大概是 這個遠視眼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單元眼視 是最重要的因素 因為遠視這個眼睛 他看遠看近 他都不清楚 所以這個小朋友 他這個眼睛他就不喜歡用 這個眼睛一直沒有在用 他要看的時候 他就會看不到 那這種情況成為弱勢 那家長什麼時候 要懷疑小朋友弱勢 現在中班 大概都會做這個視力篩檢 然後他會發現 假如說這個小朋友 他沒有任何理由 他視力沒有辦法達到0.6以上 或者是他去 他會給他看一個立體圖 他的立體 他沒有辦法去辨別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就有弱勢的可能 那這時候就應該到嚴格 醫療院所在做進一步的檢查 其實弱勢發生的機率並不低 一旦發現有弱勢 該怎麼處理呢 如何做治療呢 他可能要佩戴這個眼鏡 那另外他就需要做這個遮蓋 遮蓋療法 就是說左右眼也許 1 3 5 蓋左眼 2 4 6 蓋右眼 每次讓他一個眼睛專門去看 你逼著這個眼睛 你可以去看 那這個眼睛它就不會弱勢 眼睛是靈魂之瘡 非常重要喔 一定要按時間定期做視力檢查 爸媽們平時也要多注意 寶貝眼睛有沒有異狀 如果有特殊疾病狀況 就能及時發現進行治療 才不會讓寶貝們的眼睛狀況惡化喔